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关注我,一起实现个人成长吧! 现在主要分享给中文学生,学生们可以利用这个网站自学多音字的评议 方便指数,二星,适用人群中文中级及以上水平的学生,中文教师 多点,抛座方便,出错旅逼,显示所有多音字 缺点,效旅逼,单次只能复制一个汉字至文打步骤 第一,打开厕所引擎输入网字 二,将需要转换的汉字输入空白文本框 三,选择有声调,无声调,有文字,无文字,有间隔,无间隔,显示多音,不显示多音 四,语气查拼音 方法二,网页版自动生成拼音 二,与方法一相似,跟这个方法不仅可以转换拼音,还能查询汉字解释 方便指数,三星,适用人群,中年级及以上中文学生,中文教师 优点,操作方便,出错率低,同时显示次次聚拼音 缺点,不能显示多音字,不能同声附出拼音的汉字步骤 一,打开搜索引擎,输入网字 二,将需要转换的汉字输入,原中文字,文文框三,点击查拼音 四,网页顶端搜索框内输入想要查询的汉字,点击检索查询汉字解释 方法三,网页版自动生成拼音 三,目前为止使用率最高的汉语查询网页 这个网页可以作为音汉汉语词典使用 经常有老师私信某些汉字或姿语的辩新味 我就会发送这个网页给老师们强推 方便指数,四新,适用人群 中年级级以上中文学生,中文教师 优点,精确转换拼音,精准汉字结构解析 不详细英文解释 不详细包含刚汉字的例句及解析 可以用你查询成语,俗语,谚语等 缺点,不能转换大段文字,步骤 第一步,打开搜索引擎输入网址 第二步,将需要转换的汉字输入文本框 三步,选择输出设置 也适合苍结输入法,English等其他输入输出法的用户 键盘回车键或点击4.4 浅蓝色字体包含所有你想要查询的目标汉字 3号可展开看例句 方法4.Microsoft Word文档次种生成评音 Microsoft 2060以上版本,方面指数4星 优点,听音转换较为精准 同时转换文本量较大 适用于所有Microsoft Word的用户 包括使用该软件的Mac用户 缺点,必须使用中文版 尤其是Mac系统的用户 必须将系统改为中文版 很难自动转换多音字 可以使用方法1.复制正确读音质文本框内 步骤1.选择汉字 2.选择工具栏的拼音指南 或在菜单栏,选择格式 中文版式拼音指南 3.如果有多音字 使用方法1.复制正确读音质 拼音文本框 方法5.Mac用户手动输入带声调的拼音 宽度使用力99%的方法哦 方便指数4星半 优点,为打字速度快并汉语拼音掌握牢固的用户来说 是最高效的方法 缺点,不适合打字初级 And for 汉语拼音初级的用户 不适合PC用户 步骤1.添加键盘 进入系统偏号 进入键盘 选择输入源 左下角的加号添加 选择英文 选择ABC扩展 记住,一定要是ABC扩展 2.在任何文本框 Word或者聊天页面等等的文本框里输入 第一,切换输入源为APC扩展 先输入声调 再输入字母 比如说我们要输一个R 我们先在键盘里选择Option 加A 再按一下A输出R 如果我们要输入R 那就需要在键盘里的Option 加E 再输入A输出结果为R 第三声R 就是Option键 加V键 再按一下A键 输出为R 最后一个R的输出是Option键 加A 这个叫什么键呢? 类似于猫猫虫的这个键 在键盘的左上角 再按A 最后输出为A 第三步就是多加练习 输入拼音可以跟打开汉字一样旁边了 最后使用Microsoft Word的Mac用户 可以在方法4的拼音指南里 用方法5的方法修改多音字 是最简洁的方法 总结 方法1 多音字查询 方法2 拼音转换汉字查询 方法3 音汉汉音词典 方法4 同时输出汉字拼音 方法5 手动输入拼音 结合方法4 可以同时输出精准的汉字及拼音 如果你有更好的汉字转拼音的方法 留言分享一下吧 下期视频分享的图使用5年的闪卡制作过程 并通过实力展示如何运用今天分享的拼音转换方式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